觀眾朋友 歡迎繼續加入十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我們先來看立法院昨天的大亂鬥 今天還有後續 還記得嗎 昨天被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鋪倒的國民黨立委陳金輝 今天他公開自己身上 兩處的大面積瘀傷 聲淚俱下 他哽咽的說 現在得靠吃止痛藥才能正常工作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已經受了這麼大的傷 一個是我的臀部 一個是我左邊的腰部 面對攝影機講到錯氣 國民黨立委陳金輝 公開自己臀部大面積瘀情 我沒有辦法制止 中嘉賓委員蓄意的沖上主席台 批評率蓄意攻擊國民黨談 更發布影片直指 立委委委會一次對議事人員咆哮 從來沒有過 立法委員直接對的議事人員咆哮 一一不光漏網鏡頭 就連立委指控沈柏洋 召藍營立委推落 事後國民黨指控是王定宇 崇庸 要藍營回去照照鏡子 像是社群上就有網友PO出畫面 在一場小門旁邊 立委莊瑞雄跟傅昆奇交談到一半 一次遭藍營立委羅庭委叫囂 知道傅昆奇勸架後才收手 藍營則透過另一鏡頭說是莊瑞雄先動手 但像是同黨立委 徐晓鑫就在直播中直接承認 兇手事務 把陳定妃回倒 現在當事人作要提告 徐晓鑫態度也沒放軟 被網友點名為何使用暴力 更精緻回應 想進一場先過我這關才行 卻有人看不下去 台北律師公會發布公開聲明 批評在野陣營未經實質討論 國會改革法案 怎能以人數優勢免過去 不過藍營波士強調一切討論已久 TVBH中學會台北報導 跑議場內亂成一團 其實立法院外昨天也不遑多讓 為了確保安全 光是警察就來了差不多400位 傳出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 第一時間曾經打電話 要求警方加派警力 對此傅昆奇解釋 這是為了營救院長韓國瑜 群眾集結在立法院外抗議 大批員警守在門前 避免抗議的民眾進到立法院 但第一時間傳出是 國民黨總召傅昆奇 打到台北市警局呼叫支援 事隔一天傅昆奇這樣說 看到國會的議長 不只被人稱攻擊 而且被禁錮在 議場後的院長休息室 民進黨流氓的行徑 在門口控制 不讓韓院長出來 傅昆奇說確實有打電話 但是為了要解救院長韓國瑜 國民黨的總召跟書記長 也被禁錮在裡面 一直在我們打電話要報警 他們才願意放人 這個昨天我們在議場外 這個會議結束之後 他又講得很清楚了 沒有這個事實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在亂講的 否認跳過立院 以及其他單位其他處事 甚至是院長韓國瑜 擅自抠支援來到立法院 但是7號晚上 來的警察有多少 立院內主要是負責 中央勤務的保六總隊負責 另外保一和桃園分局 也到場 被要求在立院內支援待命 保一遠景更配備盾牌 防止衝突 至於立院外抗議群眾 主要由台北市警局負責 以轄區中正一分局為主 一共有180個人 另外中山萬華和大安分局 共200名警力待命 新北市警局也來了40個人 加上負責維護 指揮官安危的霹靂小組 總共動用超過400名警力 為了防止抗議擴大 因此在立法院的裡頭和外頭 都有不同的警察單位來進駐 就是為了要避免衝突發生 另外在青島東路上面的三個會館 也有調派警力在門口支援 就是避免抗議持續擴大 幸好抗議沒有進一步擴大 只是一整個晚上 各地警察集結支援 付寬企業就用電話引發討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昨天立法院外除了警察 還有將近400位的青年學生 今天也傳出很多種說法 有一說是裡頭包含了 立委沈柏洋創辦的 黑熊學院學生 但柯建民反嗆 他說都是黃國昌惹的貨 因為好多人都是為了 邪詢黃國昌而來 學起傅昆錡扣號警察 民進黨立委指控 前一天立院作證的警察 都是副總召找來的 警察解決不了的 但傅昆錡只敢這樣做 他在議場裡面多大聲 每個人都敢嗆 國民黨的委員也敢嗆 但都不是出了議場以外 就是個順辣 民進黨此刻大嗆國民黨 不過前一天 他們可是擔憂相關法案闖關成功 看看綠營社群各式法案 跟圖紛紛出攏 質疑花東快環島高鐵案 討論11分鐘燒了上兆 國會改革臨時弄了新版 沒實質討論 就想闖關表決 就連學生也被懷疑 是不是民進黨繞來的 因為不少綠營明代臉書都有發文 綠營明代更在場外聲援 全部是黃國昌 反嗆都是黃國昌惹的禍 畢竟前一天晚上 不少人高舉協尋黃國昌的看板 你們要支持民主建築黨沒有關係 那是你的政治選擇自由 我沒有意見 但你要說昨天的程序黑箱 告訴台灣社會 負責任的告訴台灣社會 哪裡黑箱 立院外的反彈生 黃國昌沒放心上 不過現在法案21號 還要繼續審下去嗎 因為不少人也擔心 會不會學運再起 我們會持續的來努力 讓所有的修法能夠確實的民主 不斷的迴反民主 不斷的無法無天的是 柯總召跟民進黨 禁錮我們的立法院院長 怎麼樣的汙辱我們的國會議長 這是民主支持啊 看來在野黨沒打算放棄 TVB新聞劉立成李總哲 台北採訪報導 好 那衝越前面 越能看得出跟賴清德的交情嗎 前立委郭正亮在政論節目上 點名三名的立委 他們衝到最前線 當中還有人摔到腦震盪 詳情要來請教婉柔 昨天立法院上演了全五行 誰的戰力又是最強的呢 其實民進黨立委來看的話 肯定就是這三個人了 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可以說這一把搶下周萬 來手中的議事案件 另外一個是鍾嘉賓 他這個衝上台 可以說是情報了 國民黨的立委陳金輝 而這個新柯立委沈柏陽 他這個從國民黨立委的身上 這樣一路滾下來 一度讓自己也有輕微的腦震盪 而這三個人這麼拚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了 因為他們都跟賴清德的關係 很直接 郭國文搶走文件 要阻擋這個宣讀 這激進派可以說是受到賴清德的恩惠的 那也可以看到 不是青睞的動作就不是那麼積極的 他認為每個動作都是有意義的 另外國民黨的前立委 鄭立文他自己也說了 最衝的都是心系敵系的 沒有看過鍾嘉賓這麼衝的 過去就他的經驗 他的記憶都是吳秉睿 不過現在看起來老闆是誰 真的是有差別的 好 也因為昨天立法院都亂成一團 委員都不在自己的座位上 因此院長韓國瑜宣布採用舉手表決 也讓睽違35年都沒有登場的舉手表決 再度重現 卻也因為發生了統計誤差 遭民進黨痛批黑箱 國民黨立委哥哥氣喘吁吁 為了投票在座位和主席臺折返跑 就怕回座位按鈴投票 主席臺被綠營反佔領 而就在國會改革法案開始表決時 院長韓國瑜宣告才舉手表決 我會承認民主理事 不過議場人員清點 現場明明只有108位立委 卻投出60票贊成50票反對共110票 而且票數都不攏的情形 出現不止一次 綠營痛批黑箱作業 不只是不敢把自己的名字 秀在那個大型看板上 更重要的是 這樣的過程就可以直接黑箱計票 民進黨認為舉手表決 光人數清點都有困難 爭議高 畢竟距離上次採舉手表決 已經是民國78年 因此提案採具名的點名表決 卻遭到藍白否決 做賊喊抓賊 分明是昨天惡意的杯葛 讓昨天的議場無法 照平常用表決計表決來進行 依規則論規則 昨天裁定用舉手表決 有沒有違法 沒有啊 藍白都說舉手表決沒違法 而確實攤開利運意識規則 第35條表決方法由主席決定宣告 包含口頭舉手表決器 投票點名表決等5種 前兩者是不具名投票 但學者分析舉手表決 通常適用於小型會議 其他的議會的成員 譬如說議事人員在現場 或者是委員的助理在現場 那恐怕會造成在清點人數上 會出現很多的瑕疵 國會條燈上演18小時交土站 又睽違35年 首度不在位舉手表決 各種計票瑕疵 似乎也讓利運意識運作更加困難 TVB的新聞 吳虎妍成挺台北上報導 昨天的利運衝突 讓院長韓國瑜好幾次臉色鐵心 然而在國會三黨都不過半的情況下 類似狀況恐怕還會重複上演 對比過去歷任的院長 韓國瑜的挑戰會是什麼 再度請教婉柔 昨天立法院院會的議事攻防 對院長韓國瑜來說 肯定是相當棘手的 但我們可以觀察到 其實韓國瑜對於朝野沒有共識的議案 他其實就會說回到院會來處理 不過這也引來了 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民的埋怨說 這個院長是這樣當的嗎 那麼其實這可以說是 韓國瑜的特色之一 而每一任的院長其實也有 他自己處理議案的刑事風格 先來看到蔡政府任內的 兩位立法院長 分別有蘇嘉全以及游錫坤 不過當時可以說是綠營一黨獨大 等於民進黨是有人數優勢的 對於國民黨祭出的暗海戰術 其實柯建民這邊都會說 用這個一世不兩義 來破解國民黨的公寿 再往前看到馬政府時期的立法院長 也被人家說是公道博的王金平 他對於爭議法案 他都是說先擱置再來談 但是這也被詬病說 這個效率非常的差 這堆積的案子可以說是非常的多 現在韓國瑜又應該怎麼來 因應這三黨不過半的局面 其實這個院長 國民黨對他似乎也有一點怨言的 像在昨天這個部分 這國民黨就有點質疑他說他只想當刹車皮 應該要加速表決的 但是民進黨這邊又會情緒勒索 韓國瑜都會什麼事情都會說 應該院長要來做主 不要剝奪韓國瑜的協商權 所以這三黨不過半朝野的新生態 另外也考驗韓國瑜的手碗 不過肢體衝突打完 口水戰繼續打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喊話說 違法表決國會以死 他愛點名韓國瑜傅坤席黃國昌 是歷史罪人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則反批民進黨 當家不鬧事 執政黨竟然帶頭抗爭 一人站一邊同台出席民眾黨立委 黃珊珊基隆服務處成立大會 自家黨主席柯文哲和基隆市長謝國良 一見到面先握手寒暄 非常謝謝邱貝林副市長 給予基隆市政的幫助 那就要謝謝民眾黨給我們的幫助 先前謝國良命令罷免 柯文哲表態反對也聲援 前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被嚴覽任基隆政策大使 更被視作藍白核式犯 但眼看17號立法院大亂鬥 柯文哲對綠營也沒給好臉色看 我在這邊直接問賴星德 柯建明的發言 真的是代表你內心的想法嗎 你真的希望未來四年 台灣就這樣吵吵鬧 你們民進黨怎麼會用這種 暴力插隊的方式來處理 而且擺明就是 要嘛就冗長發言 那甚至不然就使用暴力 我覺得這樣啦 當家不鬧事 被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大嗆 出來面對藍白聯手賣台 柯文哲回酸 怎麼是民進黨在抗爭 回顧17號立院外 被上百人包圍 有人回想起太陽花學運 但當年站在第一線的柯文哲 認為不能比 如果是純粹為了政黨運作 然後再搞衝突 也許可以動員一小部分的民眾 但是很難變成一個大規模的運動 在野鋼商綠營 而519民眾黨號召上街遊行 恐怕又激化各黨支持者兼對立 不要刻意去挑起什麼爭端 大家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絕大多數的這種集會遊行 都會和平落幕 但已經有獨派團體 準備踢管抗議 柯文哲說大家和平表達 只是就怕衝突 以觸即發 體育新聞 陳盛文 李明慧 楊佩玉 新聞長的新聞報導 臺灣再度越上國際版面 但卻是負面聲浪 立法院昨天一場大亂鬥 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 當中路透社更評論 說臺灣是一個暴躁的民主國家 英國的獨立報 更形容這場面非常醜陋 還有這畫面 中嘉賓撲倒陳金輝的這個畫面 甚至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媒體 《國家報》是因為今日最佳照片 千古流傳 立院內藍綠議員多次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不只CNN聚焦推送 路透社平面標題除了大大點出立委 因國會改革激烈爭執之外 評論臺灣是一個暴躁的民主國家 路透社也訪問了藍綠議員 如果民進黨試圖阻擋表決的發生 場面並非第一次上演 當初2020年也曾因為進口豬肉問題 爆發衝突 這場大亂鬥 甚至日本的時事通信社 還有臺灣人不熟悉的愛爾蘭時報 瑞士資訊等平面媒體紛紛接連報道 英國獨立報更形容場面醜陋 只是這場立院混戰發生十幾點 就在賴清德就職前 由於台海局勢日益緊張 國內發生這種情況 格外引發外媒高度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不管如何 倒數剩兩天 總統蔡英文即將卸下 長達八年的總統身分 她也接受了TVBS獨家專訪 她坦言執政八年以來 壓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年金改革 即將卸任的蔡總統 任內最後一次專訪 給了TVBS電視台 談起八年來 壓力最大的一件事 她認為是年改 蔡總統強調 台灣跟世界的連結很重要 未來要跟越來越多國家 產生共同利益關係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這種 在供應鏈上不可或許的角色 不僅是只是在半導體上 所以台灣在全球的工業生產 經濟生產 科技發展 其實它都有相當的地位 面對越來越緊繃的兩岸關係 以及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角色 蔡英文表示 從區域安全的角度來講 台灣其實也 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所以從安全經濟價值的角度來看 台灣都是值得大家重視的 蔡總統即將結束八年任期交棒 許多美國觀察家 給予她正面評價 前美國白宮國安會的官員 何瑞恩 寄望蔡英文的繼任者 也就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能延續她所遺留下來的政治資產 TVB新聞柯勝雄 呂佳穎 台北報導 然在520前夕不大平靜 因為中國大陸動作不斷 說先前懲戒台灣五味名嘴 還有共機艦 漁越海峽中線 最近距離澎湖只有42海里 另外超過100顆中共空飄氣球 還飛入台灣海峽上空 520倒數計時 新任總統賴清德就職前夕 中共不論是軍機還是空飄氣球 都持續侵擾台灣 17號清晨6點到18號清晨6點 國防風爭獲共機18架次 共艦4艘次 總計22機艦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12架次的共機 漁越海峽中線 進入我北部及西南空域 漁越海峽中線時 距離澎湖約42里 隨後飛入台灣西南空域深處 距離俄倫比約52里 國軍運用任務機艦 即暗置飛彈系統 嚴密監控 關於美艦過航台灣海峽 擅闖西沙內水領海 並公開炒作 我們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台海美軍4月不期而遇的聯合軍演 大陸國防部才砲轟以美謀獨必遭失敗 如今在520前夕 路透社報導近一個月有超過100個大陸空飄氣球 進入台灣海峽上空 飛行高度低於一般的氣象氣球 會構成飛航安全威脅 報導引述專家的說法認為搜集的數據 將為解放軍所用 也可能有心理戰的意圖 另外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5月16號在福建福州 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的開幕式表示 依循馬席二會時 習近平公開表示 台灣任何政黨團體 只要不分裂國家 只要認同兩岸都是中國人一家人 交流交往就不存在障礙 很多事情都好商量好解決 如果頑固堅持台獨立場 台灣的民生福祉 和台海的和平穩定就得不到保障 520前夕大陸動作不斷 又是激艦 又是空飄氣球擾台 又是懲戒五味名嘴 又是勸說走正道 還是邪路 必須嚴肅面對 TVB新聞綜合報導 對於兩岸關係 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也有話要說 美國將在11月份舉辦總統大選 深陷官司的川普16號現身 紐約市曼哈頓法院 除了替自己喊冤 他還語出驚人 他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想合謀搞破壞 而且習近平有意拿下台灣 前美國總統川普16號 結束庭審後 在紐約市曼哈頓法院外 除了為封口非案喊冤之外 還語出驚人 提到台灣 川普更說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欽 正在計劃聯手搞破壞 11月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 台海局勢的議題 自然也掛在 遊異角逐大位的人嘴邊 川普17號在造勢活動上 加碼連環炮轟 對手拜登 川普隨後還大嗆拜登滿口胡言 只是拜登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國立非裔美國人 歷史文物館的演說上 怒批川普和支持者 想要抹去歷史 打壓多元性平權和暴容性 另外拜登這週末 將在喬治亞州知名 非裔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致辭 但由於華府對以色列的力挺 迎來準畢業生反彈聲浪 校長也表態 如果總統在致辭時爆發挺威示威 校方會當場停止避典 也不會讓警方走進校園 TBBS新聞綜合報導 還有以哈衝突人道危機 持續的惡化 由於陸陸難以運送物資 美國耗時數個月蓋好的浮動碼頭 終於送出了首批物資 但同時以色列圍剿哈馬斯 也進攻北部的賈巴利亞 是開戰七個月以來最激烈的一次 廢墟中手持RPG瞄準敵軍坦克射擊 哈馬斯曝光近距離交戰影片 地點就在加薩北部的賈巴利亞 對上以色列間戰火還在升溫 以色列進到當地 搜出哈馬斯武器 不同火力存放在聯合國學校 地面戰況 連自家軍隊都坦言 是衝突七個月來最激烈的情況 以色列說近一周超過60名武裝分子陣亡 更持續進攻南加薩拉法 但當地人道危機情況惡化 糧食透過陸路運送民眾根本無法收到 當地周五美軍新的臨時碼頭 啟用貨車開始接收海運物資 預期包括糧食水醫療補給都將會轉交聯合國人員發送給民眾 但外界預估每天運送150輛卡車的貨物才有可能緩解物資 會匮乏 另一方面美國官員也持續介入斡旋 希望促成中東衝突降溫 蘇利文計畫周六起程訪問中東和沙國王儲沙爾曼見面 周日再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尋找機會平息戰火 TVBS新聞都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